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綜合報導 中共三中全會前傳言四起老軍頭或集體逼宮 日前官方宣布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於7月召開 中共軍報發文強調軍隊紀律 有消息指中共軍中傳言四起 並對董軍任國防部長不滿 軍隊高層特別是老軍頭 可能在三中全會上向中共黨魁習近平施壓 中共解放軍報5月3日在其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 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 強調進行所謂黨籍學習教育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參謀姚成5月3日 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表示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前軍隊各種傳言四起 重點是對中共安插一些不懂軍事 馬屁精的人在軍隊擔任主要職務不滿 一些有能力 有知識的軍官 感到沒有前途而紛紛打報告 要求轉業 姚成說 中共軍報專門發表文章 給軍隊幹部的言行畫紅線 表明軍隊出現一系列現象 不僅僅是基層的客觀反應 更不排除一些對習近平不滿的軍隊高層 甚至是退役的老將軍在對三中全會施壓 4月19日 時評人士王貢在文章中透露 中共新的國防部長董軍2023年12月29日上任 到現在還沒成為中央軍委委員和國務委員 這應是有特別原因的 據說涉及習與軍中人士 特別是老軍頭群體的矛盾 文章說 一直以來 習近平許多做法令老軍頭不滿 最近主要是人事方面有較多議論 目前傳出的說法是 現任國防部長董軍 被認為是趕鴨子上架 湊數 董軍遲遲未入軍委 就是因為軍中雜音很多 反對聲最大的是退休的老軍頭 據悉 南方某地方軍區的一名紅二代老軍頭 就曾在一次聚會上拍桌罵當局混蛋 值得注意的是 董軍上任後 今年1月5日 中共毛左派的紅歌會網 曾發文對董軍任國防部長表示質疑 作者說 中共軍隊貪腐依然嚴重 新任國防部長董軍能否免俗 我們不得而知 董軍出任國防部長 會不會像前任及其他部長那樣 出一些冒額子或突發事件 我們同樣不得而知 這篇文章至今未被刪除 4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宣布 7月開三中全會 而這個會案例是在去年年底前開的 5月1日 中國民運人士呂洪來 在文學城博客撰文表示 三中全會終於決定7月舉行 背後原因是因為習受到了某種勢力的抵制 他心有忌憚 不敢強行蠻幹 而中共軍方是習召開三中全會的最大忌憚和顧慮 因為軍方要保整個紅色家族群體的權益 而習搞的個人獨裁已嚴重威脅到其他紅色家族的權益 文章表示 習以反腐的民意在軍中大肆清洗一己 導致軍中將領人人自危 必然引起軍中的怨恨與不滿 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 曾清洗徐才厚郭伯雄為首的江派人馬 拿下近200將領 2023年以來 開始了第二波清洗 這次針對的卻是習的自己人 在對火箭軍及裝備部門大清洗中 出世的除了習親自任命的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還有前空軍司令員丁來航 火箭軍裝備部部長呂紅 前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 火箭軍副司令員李傳廣 前火箭軍司令員周亞寧 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震忠 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張玉琳 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饒文敏及南部戰區副司令員居新春等 已坐實落馬的軍工系老總 則包括時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彥生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劉詩泉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王長青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下屬火箭院院長兼黨委副書記王小軍 中國航天三江集團前董事長火箭專家馮杰鴻 航天科工集團員董事長袁姐 兵器裝備集團員總經理陳國英 火箭院副院長航天投資控股前董事長韓樹旺 姚誠4月16日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還披露 中共軍方近日又有一批将軍被查 包括陸軍副司令邓志平中將 東部戰區海軍副政委賀岳華少將 火箭軍西昌衛星發射基地司令員邓鴻勤少將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冬醫保健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燥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点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民視頻下方的與其他狼的 我給 死人 空 decline стен us